來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好 幫你把這整個數列相加加起來是多少 靠這種題目 老師會先建議大家去找一下規則好不好 你先不要猴急 你看一下這第一項 這第二項 這第三項 這第四項 行不行 以實在推加到這一項 全部相加自己 你去看一下 你看第一項自己 1 第二項自己 1加2加 1加3加5自己 9 對吧 這加起來是1 這加起來是9 你看一下 1加3加5加7加9 加起來自己25 來老師想請問一下有什麼感覺 你看第一項是1 第二項是9 第三項是25 有沒有看到 可不可以你去感覺一下 這個1加是12平方 這個9 相不像3的平方 這25 相不像5的平方 相不像 下嗎 所以說這12平方 這3的平方 這是5的平方 來推推看 這會不會是72平方 如果這也是72平方 好了 那我們的推論就成立了嘛 所以說這個東西也會是多少的平方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一下 把它相加加起來 1加3加5 加起來自己9 9加9 多少 1加3加5加5自己9 我們看這邊好了 3加7加13是20 9加11也是20 所以加起來40加9 有沒有能力49 有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對不對 這個數列有什麼現象 第一項可以當作是1的平方 第二項是3的平方 第三項是5的平方 第四項是7的平方 所以說這一項一定是多少的平方 對不對 好 那你看一下 怎麼再去推 好 那一下是多少平方怎麼看 其實你看仔細一點齁 第一項有1個 我可以寫1的平方 第二項有3個 是吧 這3個相加我寫3的平方 這一下有5個相加 我寫5的平方 這一下有1234567 有7個相加 我寫7的平方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是多少平方怎麼看 我只要確定 裡面有多少個數字在相加 就是多少的平方了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怎麼看 麻煩你1加3加5加到97 總共有幾個把它算出來 那其中1加3加5 基本上形成一個什麼現象 等差現象 個數怎麼算 等差個數有沒有印象 等差個數怎麼算 麻煩你把墨相 做一下 減掉手相 有沒有印象我們這個公式 所以公差 再加1嘛 所以說1加3加5加到97 有幾個怎麼做 把最後一項減掉 第1項 每個幾個一數 每個兩個一數 所以公差自己2 再加1 所以說告訴我幾個 有49個 用它 所以說告訴我1加3加5加7 加到97有幾個 有49個 所以說這個數字就一定47 49的平方 對吧 所以說老師推出來了 這整個數字 老師可以寫成多少 老師可以寫成12平方 加3的平方 加5的平方 加7的平方 加到49的平方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老師問你12的平方 加3的平方 加5的平方 加到49的平方 怎麼加比較快 你可以把它寫成12的平方 加2的平方 加3的平方 加4的平方 加到49的平方 行不行 再減掉偶數部分 2的平方 加4的平方 加6的平方 加到48的平方 這樣行不行 對吧 所以說原本我要求 13579的 對不對 到49吧 乾脆我就把1到49的平方 算出來 減掉2468 減掉偶數部分 就剩下奇數部分了 對吧 可不可以 那其中你看一下 這個沒有爭議性喔 12的平方 加2的平方 加3的平方 加4的平方 加到49平方 這沒有爭議性 這直接就有公式可以帶了 對不對 那問題來了 這怎麼辦 因為它都是偶數部分 2468 這2468 我會提出2 可以吧 但是你聽好 這裡面是有平方 所以說我提出2的時候 是提出誰 2的平方之極 4 所以提出來 這邊剩下12平方 加2平方 加3平方 加到24的平方 行不行 可不可以喔 所以說這個不動嘛 我把這裡面整個提出幾 2 提出2也就是提出幾 4 所以裡面剩下12平方 2的平方 3的平方 加到幾 24的平方 這樣行不行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有沒有公式 有吧 從12平方 加2的平方 加3的平方 加到n的平方 有公式 公式式起 6分之n乘3 n加1乘3 2n加1 行不行 6分之n乘3 n加1乘3 2n加1 行不行 有沒有這個公式 可不可以老師把寫過來 我們這個公式 有吧 隨時把假案 帶進去 好 6分之n乘4幾 49 對吧 n加1 50 2n加1 4幾 99 減掉4乘3 這也是按12平方 加2的平方 加3的平方 加到24的平方 也是一樣 代公式 6分之n乘4幾 加到24嘛 所以n就是4幾 24 6分之n乘3 n加1 25 加3 n加1 四幾 49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麻煩你去把它算一下好不好 OK 這算出來四幾 40 425 減掉你去把這算出來四幾 19 600 所以整組答案算出來是20 8 25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麻煩你把這邊看一下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OK 達號 1 2 4 4 5